修慈悲喜舍不失心 师父接着昨天继续讲 不失是非常好的培养修心的方法 你们去看好了 凡是喜欢不失财物给别人的人 他这个人一定是慈悲善良的 本身不失就是在给自己培养福德 不失在佛教是六度之一 也是学佛修行的人 给自己积功累得最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学佛之人 更应该注重培养不失心 在佛法界 不失是指施予他人以财物 体力 智慧 这些不失 源于一个人内心的善良和慈悲 才有实际上善的行为 我们在帮助他人时 也是在给自己积功累得 这也是修人天福报最方便的方法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要懂得 你越贫困 越要懂得发心不失 财富是不失出来的 在佛陀时代 有一位虚达多长者 他是为乐善好施的大慈善家 他喜欢救济贫穷的人 常常不失他们衣食物品 在舍卫城的全境内 不分男女老幼 只要是贫困的 没依靠的 一旦去求他 他都很乐意地帮助他们 因此大家都称他叫做 几孤独长者 有一次 虚达长者为他最小的儿子 到王舍城首罗长者的家中一亲 在无意间 拜见到佛陀 并聆听到佛陀的法音 虚达长者心中非常高兴 当时就发心要建筑经社 想请佛陀及比丘们到舍卫城 去施行教化 佛陀很喜欢虚达长者的发心 就答应他 等经社完成后 一定前去 虚达长者返回舍卫城 马上开始四处探访合适的地点 就是想找一处适合建经社的地方 在探访许多地方之中 他看中了齐驼太子所拥有的一座园林 这座园林的面积非常广阔 园中有山有水 有花有草 所谓山明水秀 林茂花香是一个清净优美的好地方 虚达长者心里想 如果能用这个地方来建筑经社 供养佛陀讲经说法 以及比丘大众们的安住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可是虚达长者又想到这座园林 据说是齐驼太子最喜爱的 要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太子 肯把这座园林让出来呢 虚达长者虽然觉得困难 但是还是要去见齐驼太子 要求太子把园林卖给自己 靠建设供养佛陀及僧众的精神 虚达长者在心中下定决心 于是虚达长者前往拜访 齐驼太子并表明来意 果然 齐驼太子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 看到虚达长者再三的请求 齐驼太子觉得不好过分拒绝人家 因为虚达长者是国中很富有声望的人 这真不知如何是好 齐驼太子心里想 如果说出个最大的数目 是长者买不起 断了这个念头 这样我也不算得罪他 因此 齐驼太子对虚达长者说 本来我是不愿让的 既然您这样的需要 好吧 只要您能用黄金把原地都铺满 以那铺满的黄金为代价 我就可以让给您 虚达长者一听 立刻答应齐驼太子 深怕太子反悔 因为好不容易 太子才说出了这个数目 这样建造精神总算有希望了 虚达长者 内心高兴万分 立刻回家凑足铺满所需的黄金 并叫家人用车辆把黄金 一车车地拉到园中来铺满 齐驼太子原先本想难道虚达长者 开出这样的天价叫他买不起 现在目睹此状也很受感动 就对长者说 地算是您长者的了 但园中的花草树木 我并没有卖给您 佛陀究竟是什么人 您肯这样为他热心 现在请您允许我把这些树木 供养佛陀好吗 虚达长者听太子如此一说 就把佛陀如何伟大 想说了一遍 他们两人都深受感动 万分欣慰 经舍建成 虚达长者马上迎请佛陀及僧众们到来 因为是己孤独长者布施的缘 齐驼太子布施的树 所以佛陀就用他们两人的名字 把这经舍命名为奇术及孤独源 此事为虚达长者 生平布施金钱最多的一次 也是促成他家产赤贫的原因 建设完经舍 虚达长者已经到了枯空如洗 手无以前的地步 用现代话来讲就是 山穷水尽 身无分文 虚达长者和家人的三餐 更是有一餐没一餐的 有一天 虚达长者在垃圾堆中 捡得一个木斗 木斗的材料是无价之宝的粘坛木 但因为不洁净 就是不干净 因为它是从垃圾堆中捡来的 所以世上很少有人愿意向它收买 最后几经周折 虚达长者勉勉强强换到了四升白米回来 虚达长者的太太 拿了长者换回来的米 先量了一升米 才催熟 就是煮熟 门口站着舍利福来脱拨起食 他很欢喜地把一升煮成熟饭的米 都供养给舍利福 他又拿了一升米去煮 正当刚煮熟的时候 木剑连又站在门口 于是他又把米饭供养给木剑连 第三次的米饭又供养给大家社 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升米了 正当这最后的一升米将要煮熟的时候 佛陀到了 他心想 刚剩下这升米才煮熟 佛陀就到了 莫非是我们应受的苦报已毙 福报将要献钱 于是他把锅里所有的米饭 全部供养给佛陀 佛陀亲口为他们一家人住院 罪灭福生 从今日起永恒富饶 更无困乏 就在这个时候 须达长者家人来报喜讯 说家里的金银钱财 珍珠宝贝 仓库中的米骨不薄 不知何音堆得满如山丘 比以前富有的时候还要多 须达长者心中明白 这是佛陀连念所致 于是他大赦摘供 供养佛陀几僧众 虔诚地请求佛陀说法 大家都受到了很大的法乐 不失分为财不失 法不失 无畏不失三种 财不失就是用钱财去救济贫困的人 法不失就是用正法去劝人断恶修善 无畏不失 无畏不失就是不顾虑自身的安危 去解除别人的不畏 不失能使人远离贪心 不失是由慈悲习舍而延伸的一种乐善好施的行为 从表面看是自己财物受到损失 而实际上因为不失 反而会让你们得到更多更大的回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